能够指定一人听见自己后 我在恐怖游戏当起了绿茶 一米酒高的壮汉扛着铁锤要杀我 我乖巧地闭上眼 铁锤这么重 他手疼不疼呀 都怪我太矮了 要是再长高一点 他就可以不用那么吃力了 铁锤落在了旁边的路面上 医学怪人要拿我是他最新发明的毒药 我乖乖接过 我能不能少喝一点呀 他治药应该很辛苦吧 希望我喝完不会死 这样他下次就可以不用 再这么辛苦地去找试验品了 后来我逃到世界出口 却与两个boss狭路相逢 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大门在我眼前重新关闭 大门一百年后才会再次开启哦 乖乖 你最好仔细想想该怎么和我们解释 订阅恋恋推文 每天更新精彩完结文 正文现在开始 我是身临其境游戏体验师 在新款恐怖游戏上线之前 熟悉完所有规则后 便进入了游戏进行测试 游戏公司还给我装备了 能够指定一人听见心声的金手指 我经验丰富 本来想拒绝的 boss很厉害 再厉害也只是一堆数据而已 还奈把我吃了不成 虽然疑惑 但为了提高通关成功率 我还是戴上了金手指 你是古堡新聘的女仆 城堡的任何地方都可以随意走动 到城堡主人们最珍视的物品后 世界出口才会打开 但是切记不要与主人们接触 否则会死刀 鲜红色的规则后 拧着一团暗红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 隐隐散发着怪味 我刚读完收起纸条 一双沾满了不明红色粘液的黑色皮鞋 突然进入视线 我惊恐抬头 面前不知何时 已经站了一名身穿黑色大衣 肩头扛着一把铁锤的男人 他很高 起码有一米九 一双眼睛黑沉沉的 此时直直看向我 透露着未知的危险 游戏说明手册上古堡的主人之一 傅寒 就拿着一把铁锤 碰到古堡的主人 我会死 闯入者 傅寒微微歪头 嗓音带着不长开口的声色 他右手微动 肩头巨大的铁锤 郁郁郁郁动 根据手册上的介绍 傅寒生性冷漠 最讨厌被人反抗 我要是赶跑 只会死得更快 多年应对游戏中突发状况的经验 让我很快便冷静下来 面对这样的boss 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相信 你会无条件地服从他 于是我主动上前 小心揪住傅寒的裤腰 视着眼满是眷恋地看向他 我本来就是因为喜欢傅寒 才会来这个世界的 他就算想杀我也没有关系的 听说铁锤砸在身上会很痛苦 如果他能轻一点就好了 可是铁锤这么重 他手疼不疼呀 都怪我太矮了 要是再长高一点 他就可以不用那么吃力了 我闭上眼 乖巧的不行 许久后 极大的砰的一声 原本该落在我身上的铁锤 在旁边的地上 砸出了一个深坑 我浑身震站 呼出一口气 你 喜欢我 沙哑的嗓音再次响起 傅寒冷肃的唇 诡异地弯起一丝弧度 我还未来得及反应 就被抱了起来 我注意到 他搂在我腰间的左手虎口 有一枚蓝色月牙 漂亮极了 像是胎记一样的东西 他缓缓开口 喜欢我的话 是会愿意被我吃掉的吧 你怕疼的话 我会很小心的 我浑身瞬间变得僵直 我怎么忘了 手册上还说了游戏人物相信 吃掉喜欢他们的小宠物 他们就能够脱离世界控制啊 他要把我吃了 但傅寒力大如牛 我被他抱着 连动一动都很吃力 更不要说逃跑了 我心惊胆战地 被傅寒带回古堡 已经进了房间 他却一直没将我放下 我小心翼翼环顾四周 也没看到一口锅 莫非他喜欢生吃 一只冰凉的大手 顺了顺我的汗毛 傅寒将我颠了颠 然后皱眉 你很软很小 抱着很舒服 但是太瘦了 听到这话 我松了口气 趁机搂上傅寒的脖梗 眼里闪着泪花 我给你抱 你不要吃我 我不好吃的 傅寒歪头 似乎思考了一下 那你得听我的话 为了不被吃 我蒙点头 然后他就从冰箱里 取出一块蛋糕 推到我面前 吃 看到桌上的景象 我捂着嘴 险些霉吐出来 桌上布满了黑灰 爬满了蚂蚁 还有红色的 不知是什么的卵 蛋糕长了许多青色的霉 有几只白色的蛆 在上面扭动 真吃下去 我会死的 见我许久不动 傅寒声音冷了下来 你说了会听话 我咬牙 突然想起手册上说过 傅寒很喜欢甜食 每天都得吃 但是冰箱里 只有一块蛋糕了 他应该不会 为了宠物亏待自己 好漂亮的蛋糕啊 可是只有一块 要是被我吃了 他怎么办 我其实也不是很 还是留给他吧 只要傅寒高兴 我就很开心了 我小心翼翼 把蛋糕 推到傅寒面前 悄悄抬头 观察他的表情 还是你吃吧 傅寒沉默片刻 把蛋糕重新收起来 又把我抱进怀里 我觉得有个词 特别适合你 我乖巧给也搂住他 是什么呀 恋爱脑 傅寒吃笑 语气却隐约透露出愉悦 我趁热打铁 很认真的看着他的眼睛 是因为你很值得 而且真的非常非常喜欢 所以就算变成恋爱脑 也没有关系 傅寒的脸有点泛红 和这十分阴间的房间 有点格格不入 原来这里面的 BOSS这么纯情啊 我见有戏 搂紧了他 还想再多说点骚话 多捞点好感 你知道吗 见到你的低眼 我就好喜欢你 每天做梦都梦见你 你身上的每一块肌肉 我都好喜欢 还有你的大锤 想和你一起吃饭 一起睡觉 一起洗澡 还要一起 我正说得起劲 嘴突然被人捂住 不知何时 我们已经躺在了床上 傅寒从身后贴着我 硬邦邦的语气 带上一丝修难 别说了 快睡觉 听话 我这才发现 脑袋边趴着一只绿蜥蜴 不敢流露出害怕 只好翻了个身 躲进傅寒冰凉的怀里 将它反抱住 问声问气地回答他 哦 被我抱住的身体一僵 过了一会儿 身后传来骨骼碎裂的声响 一只冰凉的手 揉了揉我的脑袋 带着令人安心的魔力 我以为自己会睡不着 但出乎意料的是 昏尘的睡意 很快就裹挟了我 醒来的时候 傅寒不在房间 我一眼就看到了 床头放着的一个布娃娃 故事设定里 傅寒在来古堡前 有一个很不好的原生家庭 父母都酗酒好赌 他常常是遍体鳞伤 后来他遇到了 住在旁边别墅区里的 一个千金小姐 他带他脱离苦海 把他带回了家 这个布娃娃 就是那个女孩给他的 这么多年都带在身边 会是富含最珍视的东西吗 我拿起布娃娃 在房间里搜寻起来 看看还有没有 其他更符合的物件 房间不大 但东西不少 绝大多数都是武器模型 上面多多少少 都有一些红色粘液 我在翻找时小心避开 却还是免不了碰到 我正找得认真 一道寒凉的陌生嗓音 毫无预兆从身后响起 如同一把尖刀插入我的心口 找到你想要的东西了吗 或者说 你需要我帮你一起找 我浑身一僵 慢慢转过身去 门口的男人 一袭干净地 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黑衬衫 身材瘦弱 脸旁带着病态的白 他薄软的唇微微掀起 面带缝溢的看着我 是古堡的另一个主人 青石 青石将我带回了他的房间 用一个脚链锁住我的脚踝 将一个成有青黑色液体的瓶子 放在我面前 富含竟然在城堡里 藏了一个这么好的试验品 幸好被我发现了 快喝吧 这可是我特意为你调出来的新品哦 青石坐在椅子上 朝我看来的眼中带着怜悯 在规则的描述中 青石是个极度的变态 比富含更加无情 沦落在他手中的猎物 基本上没有能活下来的 我决定顾忌虫师 一脸害怕 青石这药很厉害的 我会死的吧 我能不能少喝一点呀 他这药应该很辛苦吧 希望我喝完不会死 这样他下次就可以不用 再这么辛苦地去找试验品了 我抖着手打开玻璃瓶 青石眉头一皱 下一秒 一只苍白的手掐上我的脖梗 青石眼神很冷 唇边勾起一抹笑 既然你不喜欢 那我们换一种药好了 它不会让你死 只会慢慢折磨你 保证能让你活到下次 说完 他拿出一瓶粉红液体的药 抓着我就要往嘴里灌 这是什么终极变态呀 我死命挣扎起来 却比不过他的力道 混乱间 我紧紧抓住了他的手 余光似乎撇到了一枚熟悉的蓝色月牙状胎记 心口莫名一致 我不过失神一瞬 药水便朝我口中灌来 就在我以为要交代在这儿时 门外传来砰个铁锤砸地声 整个城堡都摇晃起来 要洒在了地上 青石冷了脸 傅寒出现在门外 表情冷硬 人 我的 我简直要哭出来了 不顾脚上的铁链 飞奔过去 抱住他的腰 他身形一僵 笨拙地拍拍我的背 别怕 我在青石紧紧盯着我 目光跟脆了毒一般 你刚刚不还在心里心疼我吗 怎么这会儿就跑别人怀里去了 还是说你刚刚都是装的 骗我的 我浑身一僵 靠 不是他先要杀我的吗 怎么还反咬一口啊 这个老六 傅寒安抚我的手停在空中 浑身散发出冷气 他将我扯开 悠悠开口 心里 他说的 是真的吗 傅寒显然联想到了 自己能听到我的心声的事 为了保住傅寒这边的好感 只能反踩青石一脚了 我眨巴着眼 努力使自己看起来无辜 他说什么呀 我都听不懂 傅寒 我好害怕 我听你的话乖乖待在房间 但那个人说他才是古堡的主人 我都说了我是你的人了 他还要将我带走 给我喝毒药 可是这里不是你的家吗 游戏介绍中 古堡两个主人之间关系本来就不好 甚至明确地划分了各自的地盘 青石擅自进入傅寒的地盘 将我带走 本来就违背了规则 而违背规则是要付出代价的 代价就是 交出自己最珍贵的东西 我平住呼吸 心怦怦跳了起来 果然 傅寒神色一冷 你违约了 青石的眼神阴郁 我不敢与之对视 又朝傅寒怀中嗦了嗦 两久 他才嘀嘀一笑 不就是戒指吗 给你就是了 反正我已经找到了一个更有趣的小东西 没想到任务进行得这么顺利 我自动忽略掉他后半句话 重重松了口气 戒指这样亮闪闪的东西 在阴暗的古堡里应该不难找到 至于惹恼的青石 背靠傅寒这座大山 我还怕他不成 就那小白脸的身板 傅寒一锤子下去 恐怕骨头喳喳都不剩 一想到青石在铁锤下两股战战的样子 我的嘴角就比AK还难压 偷偷去看青石 却发现他笑得比我还开心 自己最珍贵的东西都要没了 他乐个什么劲 青石看向傅寒 语气满满的不怀好意 不过别怪我没提醒你 这女人是个小偷 我去你房间的时候 正拿着你最宝贝的那只兔娃娃 糟了 把娃娃放回原位是不可能了 以傅寒对他的宝贝程度 我如果不能给出一个合适的解释 只怕下一秒就会被垂成肉泥 傅寒垂眸看向我 唇紧抿着 蕴藏着锋利寒意 我在脑中飞速运转 该怎么解释 青石还在一边添油加醋 对了 我带他出来的时候 娃娃还捏在他手上呢 现在怕是藏在兜里 也不知道坏了没有 说明手册里对青石的介绍很少 几乎是一笔带过 我没想到 他不仅变态 还十分欠收拾 游戏通关后 我一定要给他狠狠打一个差评 让策划大改特改 我心里恨得牙痒痒 表面还是维持软弱无害的模样 小心翼翼将娃娃从口袋里拿出来 醒来发现你不在 我很害怕 那个娃娃上有你的味道 对不起 我不知道他对你那么重要 说到最后 我隐隐带了哭腔 听完我的解释 傅寒脸上恢复了些许暖意 小心地将娃娃收进胸前衣服里 语气蕴含着警告 以后不可以乱碰古堡里的东西 也不能乱跑 见我乖乖点头 他露出满意的神色 对上我有些红的眼尾 似乎想到了什么 眼神一暗 猴姐滚动 将我拦腰抱起 转身的一瞬 冷冷地瞟了青石一眼 我的事 用不着你操心 青石看好戏的笑将在了脸上 可我毫无嘚瑟的心思 因为现在的傅寒 实在太奇怪了 遵循恐怖游戏的设定 他的身体一贯是冰凉的 现在却烫得吓人 鼻尖嗅到野兽苏醒的危险气息 我直觉自己不应该跟他回去 但我没有选择的权利 只能顺从地被他抱进房间 这个房间与傅寒昨晚带我住的不同 十分干净 四处点着昏黄的蜡烛 我有一瞬间的恍惚 还以为自己回到了现实世界 傅寒将我放在床上 对上他一点点变得滚烫的眼神 我害怕得咽口水 你想干嘛 他不语 从袖中拿出一本小册子 放在我手中 翻开小册子 看到里面各种姿势的一刹那 会有这种东西 这又是哪个策划的恶趣味 他给我这个干什么 总不能是想和我试试吧 对上我疑惑的眼神 傅寒眼中迸发出郁郁式的光芒 这个看起来很好玩 我黑了脸 收起侧子 不行 被我拒绝 傅寒有些生气 极具压迫感的高大身躯朝我压下 给我一个理由 完了 忘了不能拒绝他了 冷意顺着脊背朝上爬 我突然想起那个布娃娃 灵机一动 语气带上些委屈 这都是和喜欢的人才能做的事 你不喜欢我就不能做 况且如果被你喜欢的人知道的话 他也会生气的 见我眼巴巴盯着他胸口的布娃娃 傅寒拧眉 盯着我不说话 半晌 他才道 我喜欢别人 你很难过 我盲目的点头 我难过你不喜欢我 但是喜欢谁是你的权利 不管你最后和谁在一起 我都会为你感到开心 天哪 我怎么这么善解人意 傅寒低着头 沉默了许久 我很可能找不到他了 你是个好姑娘 再给我一个月的时间 如果那时你还在等我 我会尝试着去喜欢你 他说这番话时很认真 下巴却又绷得紧紧的 仿佛有些不好意思 很难想象 这是一个恐怖游戏里 冷酷至极的 boss会说出来的话 我突然有点难过 我熟悉游戏规则 知道富函记忆中那个女孩 不过是程序创造出来了一串数据 甚至就连她也是 她永远都不会找到那个女孩 永远会被困在这个 阴森恐怖的古堡 而我也在骗她 任务一完成 我就会毫不犹豫地离开 我甚至分不清 她在我面前展现出的一切 柔柔太阳穴 尽力忽略脑海中的伤感 甜笑着对富函点头 我不该和游戏人物共情 任由自己在这份感情中沉浸下去 极有可能一辈子都被困在游戏里 但在现实世界 我还有更重要的人要保护 我正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富函突然低头 伯纯在即将贴上我的额尖时 又迟疑地停住了 是不是这样亲你 也不可以 我心中一动 软软抱住她静瘦的腰 主动贴上她的唇瓣 含糊地回应 不是啊 就算你想这样亲的话 也没关系的 富函眼中升起一抹暗色 主动的后果就是 如果不是我极力劝阻 她差点又要拿起那本小册子了 昏暗的光线 哗啦作响的铁链 以及四处摆满的各种颜色的药瓶 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 才发现自己又被轻石抓进了房间 这次 锁链以一种暧昧的方式缠绕全身 我不禁又在心中 把满脑子黄色废料的策划骂了一遍 轻石见我醒来 露出一个见兮兮的笑 我怒了 你想要干嘛 轻石将眉一挑 你这是在邀请我吗 她摊开手 展示手中的小册子 看到那熟悉的黄色封面 我眼角抽出两下 轻石满脸嫌弃 没想到富函那大老粗还会玩这种东西 你应该有经验了吧 但我也玩玩怎么样 她眼中闪动着猎奇 还不忘从一旁熟练地拿下药水 用这个会更刺激 你想不想试试 轻石与富函完全不一样 世界上根本没有她在乎的东西 只要是她想要的 不择手段也一定要得到 我只能寄希望于作为游戏人物 她还受古堡规则的限制 你敢动我的话 富函不会放过你的 轻石勾起我的下颌 眼中带着怜悯 可惜了 就是你信任的富函 亲手把你送给我的 我偏过头 直觉她在骗人 不知道富函知不知道 我又被带走的消息 我在心中一遍遍呼唤她的名字 只要她还在古堡 就一定能听见 但过了许久 整个城堡都安静如初 只能听见锁链扫地的哗啦声 我心底开始发凉 你还不信 记得那个布娃娃吗 送给富函布娃娃的那个女孩 可是她的宝贝 虽然她已经成了一个小傻子 但富函还是宝贝的不行 知道我要换走你 毫不犹豫就接受了 等价交换 很划算的买卖 她突然朝我凑近 语气前犬 眼神有些疯狂 我可是为了你 才去找人的 你说 我和富函 谁对你更好 我满心疑惑 无暇顾及她的变化 不可能的 游戏公司很明确地说过 这个世界除两个boss 根本没有其他人 更不用说 只存在于富函记忆中的女孩了 可若青石说的是真的 那么她确确实实又出现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只冰凉的手 贴上我的小腹 如由蛇般滑动 强硬地将我从思绪中扯出 你在哪里找到她的 你觉得 有和我谈条件的权利 成满杯红色药水的玻璃瓶 贴上我的唇瓣 我扭过头 面色有些发烫 不要给我喝药 我知道更刺激的玩法 你要不要试试 刺激这个词 成功引起了青石的注意 她饶有趣味地盯着我 似乎能透过薄薄的布料和锁链 看到我的身体里去 她昏在古堡外 那口老掉牙的井那儿 你想和我玩什么 古堡外的井就是世界出口 但我还没完成任务 古井不可能开启 游戏世界外究竟发生了什么 青石放在我腰间的手 用了点力 鼻梁几乎贴上我的鼻尖 我回过神 摸到藏在袖子里的针头 弯眸朝她笑 刻意让衣衫滑下 露出白嫩的皮肤 软软开口 你再凑近些 我告诉你怎么玩 青石眼中都是我的倒影 带着胜利者的姿态 勾唇凑近 我趁机勾出针头 扎进她的手腕 这是昨天我被傅寒带出 药房时顺手拿的 游戏规则里提到过的 青石特制的麻药 见青石 瞳孔逐渐涣散 我输了口气 放松紧绷的身体 这个要是青石最得意的作品 在她醒之前 我应该可以找到锁链的钥匙 但我忽略了一件事 一青石的个性 根本就不可能容忍 被别人用自己的药放倒 于是 在我卸下防备 仔细用眼睛扫荡房间时 一只苍白的手 估紧了我的脖梗 毫不怜惜 满是怒意 你是不是觉得 自己很聪明 氧气被粗暴地挤出胸腔 就在我以为自己要窒息时 冰凉地唇稳住了我 体内空气的交换 在这一刻变得无比清晰 呼出和摄入都带着痛意 自己要被他掐断时 沉闷的重锤落地声 打断了这场较量 青石松开掐住我脖梗的手 冷冷地看向来人 是傅涵 我的意识还未回笼 还以为自己的呼唤 终于起了效果 他是来救我的 但目光触及傅涵怀中 双眼懵懂的姑娘时 心又沉了下去 这只是游戏 人物的情感和性格 都是定数 你又在难过什么呢 瞧暖 我垂眸 努力消化自己 变得混乱的情绪 傅涵淡淡扫了房间一眼 目光定格在青石脸上 便聪明的解药 你还真是不客气 我的习惯你还不知道吗 要拿东西来换的 哐当 一枚亮闪闪的戒指 被傅涵扔在地上 青石看也没看戒指 还有你那破破娃娃 现代人都找到了 那娃娃再拿着也没用了吧 傅涵似乎有些犹豫 看了女孩一眼 将娃娃拿出来 轻轻放在一旁的桌子上 我看着近在咫尺的戒指和娃娃 心怦怦地 仿佛要跳出胸口 戒指就算了 青石要娃娃干什么 青石这才从药架上 拿出一瓶药水 见傅涵拿到药就准备走 吃笑一声 你还真是无情 人家为你牺牲这么多 还被折腾得这么惨 你连看也不看一眼 傅涵眼中闪不片刻茫然 目光转向我 我将脸藏进青石怀中 避开她的注视 好半晌 她才开口 语气依旧平静 这个世界 没有什么比暖暖更重要 我挤背一僵 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 傅涵说的是她怀中的女孩 只是壮明了而已 傅涵走后 青石挑起我垂下的一缕黑发 口吻满是诱惑 想不想出去 我顿时变得警惕 你什么意思 青石已经聪明到了 能够察觉到世界规则了吗 被游戏人物知道我的目的 这可不是个好消息 她静静看了我好一会儿 才先纯讥笑 给你解绑 送你出房间啊 我制药的时间可快要到了 怎么 难道你舍不得离开我 那可不行 你还没那么重要 我放下心来 瞪她一眼 那你快放我走吧 要是打扰到你就不好了 青石拿出钥匙给我开锁 整个过程都很沉默 锁链缠得很复杂 解开也需要时间 我专注地看着她开锁 突然又注意到了那颗蓝色月牙 同样是左手 同样在虎口的位置 与傅涵连位置都一模一样 我知道有些设计师 会有特殊的小习惯 也许蓝色月牙 就是青石和傅涵的设计师的习惯 这也提醒着我 他们是虚构的 被创造出来的人物 但他们又是这样的鲜活和真实 这些天的一幕幕 在脑海中不断播放着 我的心脏仿佛破了大洞 突然又陷入了 分不清现实与虚幻的彷徨之中 身体突然被人朝前推了一把 冰冷的嗓音将我拉回现实 还不走 难道真的舍不得我 我第一次没有反思青石 沉默着走出了房间 古堡的夜降临得很快 与前几天的安静不同 隐约能听见 从二楼传来女孩天真的嬉笑 是从傅涵第二次带我去的 那间干净的房里传来的 等到笑声消失 我才出了门 捏手捏脚走到青石的药房 房门意外地开着 青石大啦啦躺在床上 苍白的脸上多了点红润 似乎睡得正香 戒指和布娃娃 被整齐地摆在离他不远的桌子上 一切都怪异得如此明显 但我已经顾不上这么多 青石的反常 本来不该出现的女孩却出现了 相同的蓝月亮 过于鲜活的人物 这个世界出现了太多bug 更重要的是 我对虚拟产生了不该有的感情 这对一个生活在现实中的人来说 实在是太致命了 我拿起戒指和布娃娃 不顾一切地朝外狂奔 古井马上就出现在了视野中 我更加快速地朝他奔去 身后却突然响起 极大的重物杂地声 几乎可以判断出 主人正处在圣怒之下 脚下的路震动起来 我头有些晕 亮腔着摔倒在地 古堡中 两道熟悉的声音 突然变得清晰起来 他 在哪 我怎么知道 弄死那个小傻子的是我 你找他干嘛 嘶 怎么倒在那了 大门一旦关闭 可要再等一百年了 乖乖 快起来跑啊 我捂着被记忆冲击的 剧烈疼痛的脑袋 朝不断发出金光的古井 一跃而下 衰入古井后 一个金色的保护罩 将我保护起来 我漂浮在空中 却还是没有离开这个世界 而古井底部 横七竖八排列着 成千上万具森森白骨 清晰可见 我愣住了 古堡的争吵还在继续 这里却安静凄凉的可怕 分明是恐怖的场面 我心中却生出 无尽的酸楚和委屈 如同扫去封锁地带 遍布的珠网和灰尘 被掩盖的记忆渐渐苏醒 他们都是我 却又都不是我 原来我已经进入这个世界 千千万万遍 被他们杀害了千千万万遍 而这一次 我的最后一次机会 算是成功了吗 失败的话 我可就真的死了呀 21岁毕业后 我变成了一名心理医师 从业五年后 我遇见了傅寒 那个改变我一生的患者 他拥有的两个人格 都很不正常 却不知为何达成了共识 共同分享着身体 但不论是哪一个人格 都十分厌恶生命 无差别地攻击身边的每一个人 有时是用右手 高高举起重物杂人 有时则是将自己的药片 重新提炼 制作成不致死的毒药 让人生不如死 没有一个医护敢接近他 唯独在我面前 他乖巧地像个孩子 初次见面 他很小心地递给我 一个灰色的兔子布娃娃 并且认真地跟我保证 绝对不会伤害我 那个娃娃 将我的记忆 拉到了十五年前的那个雨夜 我从小多病多灾 老道说 是因为祖上发了太多死人才 我们家的确精通通灵之术 靠实现死人的愿望赚钱 老道送给我一个 能够吸收厄运的兔娃娃 十一岁那年 我遇到了一个浑身亲子 流落街头的男孩 他告诉我 他的伤势被负 母打的 好赌的父亲 酗酒的母亲 我问他恨吗 他点头 于是我将娃娃送给了他 第二天 镇上发生了一场极为惨烈的车祸 一对夫妻终身残疾 我举着伞 在滂沱大雨的黑夜里 牵住傅寒的手 将他带回了家 那也是我第一次发现 他左手虎口 有一枚漂亮至极的蓝色月牙 我叫乔暖 老道就给他取名傅寒 他们都觉得 我带傅寒回家 是为了挡灾 其实我只把他当朋友 大家都觉得我阴气太重 从小就没有人 愿意做我的朋友 傅寒是我第一个朋友 也是唯一的朋友 但15岁那年 傅寒还是被父亲送去了斗手厂 乔家所有保镖在上岗之前 必须经过的考验 傅寒最后没能活着回来 我连去看他尸体的勇气都没有 从此在乔宅 没有人再敢提起这个名字 26岁 我再次遇见傅寒才知道 他没有死 是被父亲打发去了极恶之地 那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 父亲怕我爱上傅寒 以后不肯乖乖和鬼结婚 乔家的通灵术 就传承不下去了 可他不知道 我一直祈求的 只是我的朋友平安而已 傅寒人格的分裂到后期 越来越严重 甚至到了危及生命的地步 十年前我没有保护好他 十年后 我一定让他平平安安 我献祭生命 与鬼王做了交易 他利用未来的科技 让我能够多次进入 傅寒的精神世界辅助治疗 但每次进入 我都会失去所有记忆 我给自己设定了 游戏体验师的身份 告诉每一次重新开始的自己 这只是一场游戏 只要能够活着离开古堡 治疗就算成功 但之前我献祭实施生命 得来的万次机会 都没有成功 第一次进入世界的时候 我还没来得及开口说话 就丧命于傅寒的铁锤之下 上一次 我明明已经逃到了世界入口 却被侵蚀用药水强行留下 一点点被折磨至死 没能逃出去的我 全都在世界大门 关闭的百年时间中 在古井底化为了白骨 鬼王告诉我 如果再失败 我就再也无法轮回了 如果放弃 我还能再活一世 但我说过 我会救他出来 最后一次 我第一次和鬼王提了要求 在世界里创造一个小时候的我吧 这样就算我死了 他还能再多陪他一段时间 我没想到 鬼王不仅同意得很愉快 还慷慨地送了我一个技能 大概是想到 我马上就要为他打一千年功了 可怜我吧 记忆回笼 我抹了抹眼泪 发现自己还待在古井里 而古堡中的争吵还未停止 那个女孩 不过是个被虚构出来的假人而已 真的你不在乎 假的你倒当个宝 傅寒 跟你这么蠢的人 待在一副身体里 真的不会想知吗 都几万次了 你就不能开一次窍 你知不知道 乔暖一旦成功 我就得消失 精神世界一旦修复 轻蚀作为富人格 确实会永远消失 我平住呼吸听后面的话 接下来却是一片长久的沉默 我跟他斗了千千万万次 但这一次 我舍不得了 明明以前已经杀了这么多遍 最后我竟然舍不得他死 我从你七岁时就存在 一直和你和平共处 今天 我第一次想替代你成为主人格 但我知道 他要的人不是我 古堡恢复了沉默 整个世界都只剩下乎乎的风声 我的心口 好像被人重重挖去了一块 疼得窒息 昏过去的前一刻 我被拥进一个宽厚的胸膛 我睁开眼 看到了傅涵 他抱着我一步步离开古井 而世界 在他身后一点点崩塌 这次失败的人 是青石 老板 又有鬼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我正招待着今天的D101只鬼 阿霄就蹦蹦跳跳 拉着一只头 断了一半的鬼走了过来 阿霄是一只自然死亡的诸如鬼 也是我开始帮鬼王打工后 接待的第一只鬼 他没有家人 也没有在做人的意愿 主动留下成了我的帮手 负责筛选出 在人界还有医院的鬼魂 我头疼得柔柔鹅脚 拨出一个电话 电话很快就接通了 对面的声音 是掺杂着极致温柔的低沉 喂 我心情极好的勾勾唇 来活了 你什么时候有空 马上来 你想吃什么 什么都想吃 傅涵毫不犹豫 好 我成为鬼时候 傅涵也想和我一起做鬼 但我这么努力 通灵树让他继承乔家的产业 我负责送鬼投胎 他则帮助一些鬼的实现愿望 和送找不到路的鬼回家 偶尔 我们还会一起去吃鬼结婚的喜酒 在规则之下 每个人都是自由的 有的人喜欢做人的真实 有的则喜欢做鬼的飘逸 这很正常 所以即使有些鬼魂 会选择不投胎 而在鬼界成家立业 我也都会支持 傅涵很快就到了 他带了一车好吃的 等我吃饱后 就要带着那只望路鬼离开 我遮掩住自己的黑眼圈 和过于苍白的脸后 也跟着上了车 身为鬼 我不该去人界的 但傅涵没有阻止 他知道 我在等一个人 那个人没有家 也可能没有记忆 我很害怕 他变成一只饿肚子的野鬼 所以 就算明知相遇的概率很小 我也想带他回家 最后一次任务成功 我本来应该可以再活一时的 但我再次献祭生命 向鬼王提了一个请求 侵蚀只是傅涵的一个人格而已 消失了 就永远不存在了 他本来能一直和傅涵共生 直至死亡的 但最后一刻 他心软了 我从小没有朋友 唯一的牵挂就是傅涵 而青石 本就是我的牵挂中的一部分 我献起生命 为他求来一次 为自己活的机会 不管是做人 还是做鬼 傅涵照例带着望路鬼点蜡 做法 烧香 而我在他们周围转悠 可直到望路鬼找到路 我还是没有找到青石 看来这次也只能无功而返了 我沮丧地 跑进傅涵怀里 他俯身吻我 将我抱回车上 拉开车门的一瞬间 我瞪大了眼 原本满车的食物 被洗劫一空 一只落魄鬼警惕地 从残渣里抬起了头 他苍白的脸 沾满了红黄蓝绿 好看的桃花岩 也饿得凹陷下去 像急了一只可怜的小老鼠 但小老鼠精确地 喊出了我的名字 青石忽视掉一旁的傅涵 像一阵风 一般朝我扑来 仿佛只认得我 搂住我的腰 一遍遍换着我的名字 暖暖 你变胖了 我会抱住青石 发现其实是他恶瘦了 暖暖 我以前生是很坏 于是我开始回忆 发现自己以前死的几万次里 百分之九十都是被他害的 暖暖 我变成鬼了 是不是马上就要去投胎 不能见你了 我听说野鬼好像可以不用投胎 我说没关系 现在鬼界很开明 你也可以做一只快乐的普通鬼 况且我也是鬼 暖暖 你还记得我吗 当然 我叫出了他的名字 青石 他突然抱紧了我 带着鬼特有的冰凉 他将头靠近我的颈窝 一遍遍呢喃 我也记得你 我也不会忘记你的 我在心里回答他 我并不知道 什么能够让我一直热爱 后来发现 或许你的名字就是答案 全文完